江安湘公所8月2号开始一连三天 在社区举办作用回收换好礼的活动 鼓励民众把家中的飞电池、农药空瓶还有手机 行动电源拿到定点来兑换实用的生活用品 而乡长游淑珍表示 亲近家园要靠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而生活当中随手做好环保就可以减轻环境的负担 社区民众拿着自己家里用完的费电池来到定点 要和吉安清洁队兑换洗碗筋和衣物柔软筋 每个人都说可以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自演回收 自演回收你带什么来 电池 这个是吗 电池 电池 平常家里都有做回收吗 有 有哦 你都大概怎么做你会怎么分 就是分类 分类 家人也会配合吗 对 都会这样 对 那你现在怎么来 电池 也是电池 是 哦 平常在家里做回收会很难吗 不会啦 不会啊这样子啊 为了鼓励民众垃圾分类资源回收 吉安香清洁队一连三天走进社区加强环保宣导 资源回收做环保 缤纷吉安 真美好 垃圾分类水手座 日常生活爱地球 今天吉安香公所以及吉安清洁队到了社区来做垃圾分类能够让垃圾再滚动式的来变黄金 让我们爱护我们的地球 因此今天特别请我们的农民把农药罐也特别把我们居家里面的电池还有不用的废手机来更换有意义的生活物质跟用品 希望带来的是更有效益的宣导 也把我们垃圾分类让我们的垃圾减量做到最到位 吉安香公所清洁队一定要请大家做好日常的垃圾回收分类哦 有民众带了家里的废电池 旧手机和行动电源来兑换 而村长更载了一整车的农药空瓶来回收 大家对于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工作都十分的熟悉也做得顺手 希望可以从每个人的居家生活落实环保 共同来守护地球环境 随手作环保 吉安香 赞 介入会吉安香报道